雖然不是上下班見風時刻 但是中頭公路下方 往來的車輛還是相當多 尤其是風鎮路段 一位是通往南市工業區的道路之一 進出車輛更是頻繁 但是地方最近卻表示 因為雙向車道雜草過高 阻礙橫向來車視線 車禍意外頻傳 對啊 前一陣子 前上個禮拜有一台大貨車 連結車 要往南市工業區 對啊 一台機車摔到那個底下 這是因為看不到 對啊 很危險 我們這裡為止就是中頭邪到 風正路的雙邊角 那雜草都很重 我們這裡叫四大堆 關鍵前來處理 它就是說這是公路局的 是不是說公路局 可以說 雙腳去 不然就是這個角切掉 不可能一國的車要煎一次 不然因為這四川不好 經常發生疏高 已經民眾歡迎很多次了 民眾已經歡迎很多次了 仔細看看這雜草的高度 都要比一個小孩還要高 車停在禁止線上 根本看不到右側來車 會子師傅也表示 這兩天將會針對危險路段 優先進行處理 未來沿線的雜草也會一併修建 其實平衡現在都有在家 因為這有公路 叫到我們的 這部分我們馬在來 我們就先請我們的廠商 在這樓下的部分 我們先優先處理 那沿線的話 我們會再檢視 針對有安全疑慮的 那個轉角的指載部分 我們會把它降低 至於議員頭 剛才你說 要希望移植或砍除的部分 因為這部分的話 還要再跟公路局協調 那這部分可能會 時間會拖比較久 但是我們後續 大概每個月 我們就會一段 就是定期就派人來做修建 讓他的那個安全疑慮降到最低 重頭公路下雜草叢生 不但有礙釋容 更造成意外頻傳 建設局表示 這兩天將會進行修建 而沿線植栽是否移植 也會跟公務局協調 儘速還給民眾一個安全的 用路空間 展均台中採訪報導